连生活佛讲述大方广圆诀修多罗了一经 之前我们听到连生活佛讲到经文中的 世诸众生清净绝地 有些书本翻译这个句子就直接把它解释成 六道的众生在光明庄严清净圆绝的境地 而连生活佛认为这样不叫讲经 因为这句话其实有很深的含义 众生为什么会再清净绝地 我们现在就来听连生活佛宝贵的开示 大家一般来讲看经的人就是讲说 这个光明啊庄严的这个世界里面啊 等于是众生清净的这个圆节的这个境地 大家都是以为这样子 那么很简单的这样子想 就是讲说光明啊庄严的境地啊 就是这个所有众生的原来的这个能够觉悟清净的这个境地 普遍想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深一点这个讲起来 就比较困难 难道这个第一道也是光明庄严吗 难道这个人道啊也是光明庄严吗 难道这个畜生道也是光明庄严吗 在我们有分别的这个境界里面 它是这样子 产生了一种这个层次出来 天道比人道好 人道比阿修罗道好 阿修罗道又比第一恶鬼畜生道好 这是我们本身啊 有分别的这样子层次的人 把它这样子分出来 那么怎么说 这些道都是光明庄严呢 如何去讲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好像是第一道啊 第一的地方 它是黑暗的 那么当一个人 他心里发光的人啊 好像持着一个蜡烛的人 进入一个暗室当中的时候啊 他这个暗室啊 马上就光明 你假如你的内心不发光 你本身就已经出在第一道之中 你的行为跟动物一样的时候 你本身就已经在畜生道之中 你身体有病进入医院里面 这个时候你已经在第一道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转换 所以当你的心放光的时候啊 这个地义也就是天堂 当你的心啊 没有光的时候啊 你终然处在天堂也是地义 在佛菩萨的眼中啊 在佛眼之中 讲一个很清楚的话 根本没有六道众生 不分别六道众生的 所以一个成就的佛啊 在虚空中住 它等于是住在 所有众生的亲近结地是一样的 六道没有了 天道也没有了 罗汉道 菩萨道都没有了 只剩下本觉的佛 这个就是这一句最重要的 是诸众生亲近结地 当你成了佛以后呢 这个境界本来就是 四圣六凡十法界的一种 圆绝的境地 这个是非常高深的这个议会 那么很多人啊都是这样子讲 这个佛啊就是 众生都是佛嘛 那么也就是四圣六道全部都是佛啦 那么佛法呢 也没有什么佛法啦 他就是这样子讲 没有什么佛法啦 也没有什么魔法啦 佛就是魔吗 魔就是佛吗 这个做什么事情啊 任何一个事情都是空的 那么也空要众生 空要地义 根本就没有地义 根本就没有人道 没有人间 没有地义 没有恶鬼 也没有畜生 也没有这个阿修罗道 也没有天道 也没有菩萨 也没有罗汉 那么就是处在一种很清净的结地里面 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子讲 很多人这个觉得说啊 居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还写什么佛呢 还修什么行呢 因为佛也求不得 行也求不得 那么是做什么好呢 你这个理论上讲是通的 实际上是不通的 像这一种话 只有开悟的人讲的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开悟者的书啊 看了以后啊都通了 每个人都想啊 什么都没有都是空的 那么六道众生都是没有的 那你已经本身来讲 你就是佛了 但是你虽然是佛呢 但事实上 你本身不能够自在 也不能够神通 也不能够游戏 那既然不能够自在 任应神通游戏 你这个佛本身就是假的佛 我去哪里 也不能够 你认识